哪怕是夫妻 时间久了也一样会变质的 还是说 我不够理解他 如果我们的角色换一下 结局会不会不同 爱上一个人也许只需要一眼 但爱一辈子 需要更多付出 一辈子 两个人 互相信任才能彼此理解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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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咱们这样不好吧 让人发现又要被罚了 现在是一年一度的大朝会 我都好久没见到城主 更何况爹爹难得回来 就算受罚我也要见到他们 等等 夫人 咱们脸上还差点意思啊 吴都啊 姑问你 帕尔部的塔塔尔扎木西 已经平定了北京诸部 宪政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大声 徐元帅希望朝廷能调拨粮草 扩充军备 宪政严阵一带 此事你怎么看呀 城主 吴都是一件内官 不敢妄议朝政 可今日朝堂之上 定会有人妄议 自从与城主大婚 爹爹便去了北方守边 一别三年 一别三年 爹爹老了好多 城主驾到 参见城主 主上千岁千岁千千岁 是 宗爱卿平身 谢城主 徐元帅 臣在 你镇守边关已历三载 如今回来述职 舟车劳顿 辛苦了 谢城主体恤 臣有一事起奏 请讲 帕尔部的塔塔尔扎木西 能争惯战 杀伐无度 今年以来对我大盛虎视眈眈 边界上也实有自扰 臣恳请调拨粮草军须 以备不测之战 城主 臣以为 边境之上 偶有滋扰野蜀正常 但我军贸然增加军备 反而会让扎木西心生戒备 徐元帅 您这不是挑事吗 城主 大圣以文力帮 以得治天下 臣也认为 此事不亦轻举妄动 今年屯田欠收 边关将士军马击乏 扎木西已降服北境诸部 结成联盟 一旦禁犯 恐怕难以抵御啊 战争 劳民伤财 避之唯恐不及 且能屈之若鹜 老臣还望城主名剑 夫人不可冲动 咱们谁也得罪不起啊 魏邦魏民可以战 魏邦魏民可以不战 自古君王 莫不居安思危 萧一干使 如今 北方战事频发 南方粮食欠收 孤虽不敏 不敢懈怠啊 这个萧锦云 闻嘟嘟说这么多 到底是战还是不战啊 徐元帅 如今内库粮仓空虚 为了民生啊 孤以为 徐元帅还得隐忍折服 待我大晟养兵屯粮 准备充足之时 再予以扎木西痛极 也为时不晚吧 这